今天要做的是法式鮮酥肌肉丼 夏天要到咯 所以我们今天要准备一些 孕孕凉凉的鮮食来给毛孩使用 那鸡肉丼的部分呢 保存非常方便 而且可以增加食欲 非常适合来夏天给他们做食用哦 红萝卜具有丰富的矿物质 对于毛孩的身体跟皮肤都很好 非常适合添加在鮮食中 玉米笋和花椰菜有植物纤维 补充毛孩平常吃不到的营养素 分别来充烫蔬菜 因为蔬菜里的酵素会不断的活动流失 透过沸水的充烫 酵素会停止活动保持在最佳的状态哦 煮肉咯 那熬煮肉类的汤汁呢 千万不要倒掉 因为呢 这个汤里面都会有一些肉本身的一些营养素 所以我们把它做成果冻之后呢 可以在夏天的时候也好还使用 那它可以补充它的水分跟胶质 对关节跟代谢都非常的好哦 将煮肉的汤汁放凉之后 加入羊菜 搅拌之后呢 再煮沸 就可以了 将食材一层一层的堆叠起来 颜色看起来是不是很鲜艳呢 再加入肉汁 放凉之后拿去冰 天气比较凉的时候 也可以将果冻直接加热 这样子也很美味哦 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